在垃圾车上沿路向乡亲收垃圾 这个人是彰化花坛乡长顾盛敏 开动山猫从卡车上下来清理废弃物 他也是花坛乡长顾盛敏 熟练操作怪手整理空地 他还是乡长顾盛敏 看着乡长的身手 连怪手司机都自叹不如 顾盛敏在从政之前 本身就是职业医师 不仅如此 他还利用工余时间 考取怪手驾照 大货车驾照 废弃物处理技术源证照等等 算一算竟然有23张 去年花坛乡一处废弃物堆滞场大火 乡长第一时间开怪手协助灭火 今年疫情期间经济队员惹力不足 他也跳下来帮忙收垃圾消毒环境 堪称实相全能 乡亲都夸顾盛敏是斜杠乡长 顾盛敏还拥有大型重机驾照 时不时骑车来上班 他笑着说当年多方学习的技术 从政后全都用上 现在面临各种状况也能轻松应对 回来新闻环节 杨宗宇 谢中益 张花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字幕志愿者 杨宇杨